台積電高雄未來用地男子科學園區 在整地的時候 竟然挖出一枚千磅重的未爆彈 那麼初步研判就沒有危險性 而另外最近熊本知識也快閃台灣 還特別拜訪台積電的高層 外傳是想要爭取建設三場 逐漆圍離鋼筋層層架起 這是台積電高雄未來用地男子科學園區 想不到26日 竟然傳出在施工整地時 挖出一枚重達千磅的未爆彈 施工人員趕緊通知軍警到場 所幸瞭解後 這枚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未爆彈 外觀已經嚴重腐蝕 不具引爆性 初判不會造成危險 也在第一時間通知警察局後進派出所 並由派出所協助通知 軍方未爆彈處理小組 將一式的未爆彈移除處理 隨著台積電建廠計畫如火如荼 現在連海外也不落後 尤其日本當地更是高度關注 台灣 給你 大力比讚 日本熊本縣知事木村進 25到27日快閃台灣 最後一天公開表示 會積極爭取熊本台積電三場 同時還提到認為台灣不只製造牆 研發教育等產學合作 也相當令他驚艷 新宿木村進這回短短兩天快閃 真的是行程滿檔 25日完間地台 緊接26日馬上率熊本政府和商會代表 兼聯參訪工研院 諸科管理局和陽明交大 緊接下午重頭戲就是拜訪台積電總部 在與內部高層會面完 27日下午2點又飛回日本 搶產能搶設廠就能看出各國各企業 對台灣對台積電的重視 東三新聞黃副橋路來正台報道